妳有說新的 妳有戴這樣眼鏡的習慣嗎 有 我去海邊才會戴 妳平常出門不會戴 藝人不是有時候喜歡就是 你帥啊 耍帥啊 是你 是你 所以你去海邊一定會戴眼鏡 我去海邊會戴 像殷琦剛剛講的 就是那種比較便宜的 我也買過 可是那個真的 它如果材質不好 你真的會不舒服 我還戴過兩邊 就會過不舒服 戴到過敏 戴到過敏 就不知道為什麼 那個材質不好 就是眼鏡的那個材質不好 對 然後就不舒服 所以我後來我就 因為我就 就因為這樣我就去買 然後我買的也是挑牌子 我就是想說 就挑一款有牌子 然後又價位比較高的 看可不可以就一次解決這樣子 為什麼大家都挑價位比較高 就覺得比較安全 因為有牌子它不會賣得很便宜 只要有品牌的話 品牌的話就是差不多五千八千 甚至一兩萬多有 差不多 好的真的要一兩萬 對 那路邊攤150就有 因為好的跟不好的 我都有帶來 你知道差別在哪裡 後來我有發現 因為我以前就覺得太陽眼鏡 就是造型 就是它有什麼功能 它不就太陽眼鏡 有需要這樣黃 所以你出門的時候 我看到這個好可愛 這個好好看我就買 因為又便宜兩三百 而且日本的都會 還會有小教室 對啊 然後還有這種 譬如說各式各樣的框 後來我發現說 我戴了以後 我發現 看太陽怎麼太陽是好亮 沒有 我後來戴而已 直射進來 因為那時候就覺得太陽眼鏡 你就覺得你戴太陽鏡 你就覺得你完全就是 對於太陽是無懼的 完全沒有很好怕 所以你不要跟我們講 哪一副是貴的 你這樣兩副這樣放著給我猜 是不是這副是便宜的 這副是便宜的 真的有差耶 因為後來我發現到 便宜跟貴的地方 不只是說它的鏡片 是有這些譬如說 UVA UVB 就是說可以幫你 去做一個折射之外 重點是旁邊的塑膠 對 它的材質 你知道這個塑膠很重要 因為便宜的這種 第一它很容易斷 它塑膠就是裡面的成分 你不知道是什麼 後來我才知道說 你買太陽眼鏡 不是說只有大牌子就好 我後來是去買 只做太陽眼鏡的牌子 就是它什麼都不做 而且它最好就是在很多衝浪 或者是很多戶外的一些國家 所以澳洲的太陽眼鏡的品牌 其實有很多是經過認證的 所以它有什麼特殊的功能嗎 就譬如說你對於太陽 太陽光你直視的時候 當然你不能一直直視它 但是譬如說你在太陽光的時候 它是幫你去做一個反射 不會直接就是透過這樣 不是吸收 再來就是你這個太陽眼鏡 因為你天氣熱 它這個不會因為這樣子 很容易斷掉 或者是譬如說很容易溶掉 對 可是啊像太陽眼鏡啊 不是到了夏天的錄播是有 小姐現在錄影 小姐現在錄影了 現在錄影了 太陽有點大 像現在的眼鏡 不是有很多都有UV係數嗎 所以你們會買有UV係數的 會去問一下 會去注意 我記得我好像看過一個報導 就去年有一次日全食 就太陽不見了 日全食那大陸有人就小孩子們 可能就隨便拿一個太陽眼鏡 就看看 看到 對啊 對 所以說太陽眼鏡 你如果戴錯的話 對眼睛的一個影響非常大 那我們等一下呢 我們請教授來幫我們測試一下 現場的這些太陽眼鏡 到底合格還是不合格 那現在這些是來賓的太陽眼鏡 我們是要測試它是什麼 我們測試它擋紫外線的這個能力 就真的有沒有效 對 而且因為大家都覺得說 一支比一支貴 然後越歸越有效 所以我們要告訴它 錢到底有沒有花在刀口上 有人會有這樣的迷思 但是能夠擋紫外線是很好 因為我自己負責訂這個國家的 我們現在已經有這個標準了 對 訂這個標準 因為是在大概五六年前 我們透過民間的消費者保護團體 做了一個檢查 把那個檢查是帶到我的實驗室 用更精密的一具去檢查 後來發現有問題 然後我們才透過這樣的管道 要求國家訂這個標準 現在標準已經出來了 我說這個標準也出來 但還好這個標準 後來也是經過我的手上訂出去 現在標準是多少 多少是標準 我們希望這個一看過去呢 它能夠擋到 UV到400個奈米 所以我們希望這一看就看到400 400以上越高越好 對 至少要到400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說 我們也不希望 戴了太陽眼鏡之後 我們的這個可見光 就是我們一般要看東西的可見光 能見度不好 或者產生了所謂扭曲的這個現象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 其實只是測太陽眼鏡 抗紫外線的那一個部分 對於可見光的那一個部分 我們並沒有在這邊做 好 下一集 這一個是愛麗絲剛剛帶來的說是 199 199的眼鏡 兩支350 哇賽 那我來看一下 它有沒有抗UV的功能 400 合格 有喔 199的合格喔 因為現在這個太陽眼鏡在外面賣 這個東西我們是因私檢驗 到外面會抽檢 如果任何一個廠商賣了這個東西 號稱是太陽眼鏡 它沒有達到400的時候 我們是嚴重的違反國家的規定 真的假的 我們本來要把它丟了耶 所以基本都一定要的400 沒有就不合格 沒有 剛好400 這一支是國新的 多少錢 這支快1萬 快1萬 快1萬要跟這100多的拚拚看 好 拚拚看 賞感情囉 多少 也是400 也是400 400是基本的 那9千8是白發的 沒有 9千8是為了美觀 對 9千8是為了美觀 9千8是為了美觀 好 這一個愛麗絲的 多少多少 就是1萬多 1萬多 對 就傳說中收越貴效果越好的 也是400 還是400 不是 為什麼 也是400 這台壞掉了啦 有問題啦 這支呢 這支多少錢 因為現在規定 沒有到達400的外面不能賣 所以這是殷奇的多少錢 這2萬 差2萬 哇 多少 也是400 有更多吧 有嗎 有吧 400 那真的還不如就是買199的 也是400 怎麼會這樣 另外有人會有誤解 說我顏色深淺 跟它是不是會到達400方式外光 有沒有關係 其實 其實沒有關係 跟顏色沒有關係 我現在這個是完全透明的 對 也是400 一般的這個近視眼鏡 不會吧 不會400吧 400 都有400 都要400 因為沒有400它不能賣 對 沒有400不能賣 那就會不會也400 教授你來幫我們測一下這一支好不好 它看起來很淺 對 它看起來是透光度是蠻好的 時間完全可以看到 對 剛剛有那個愛麗絲說 這一支怎麼可能有用 也就是400 400 這只有400 對 有用喔 這麼淺 也有400 這片好適合我奶奶喔 怎麼會啊 因為現在基本上是規定 沒有到達400的保護的眼鏡是不得 不能賣 這個 多少 沒有啦 沒有喔 所以機器沒有換 這一個就是屬於不能夠 賣的 不能夠賣的那個眼鏡 對 所以只要有400 就表示它可以防UV 那至於這個 它的這個價格的好壞 就是我剛剛所講的 它是不是會對我們要看的 可見光的部分 產生相差 或者是可見光的波長 產生這個所謂透光力不一致的現象 有一些戴久的眼鏡會疲勞 會疲勞 而且有時候你如果看交通耗製的時候 是 紅燈綠燈的說 你會看錯 我哪有賣 所以觀眾朋友們 不見得要買貴的太陽眼鏡 才有抗UV的效果 另外在顏色上 灰色 墨綠 棕色的鏡片 相較之下 教訓保護力 大家挑選時也可以參考一下喔 好 剛剛這樣子教授檢測完之後呢 我們的來賓就發現呢 其實有九千八甚至一萬九千八的錢 花在買造型上 造型很重要 純粹就是買個帥 買個美 因為功能是一樣的 還有買名牌 沒錯 不過呢 整集錄完心寒 對 今天整集錄完之後啊 我覺得真的有很多收穫 因為夏天嘛 大家都希望可以就是美美的 所以才要防曬 那今天呢 跟所有的觀眾朋友分享了說 我們這個夏天到了啊 炎炎夏日到底如何 才可以選擇正確的防曬乳 保護我們的肌膚 真的能夠抵抗這個太陽的傷害 這是非常重要的 對 我們害怕你是花了 不必要花的錢 沒錯 能省則省 是 那我們最後一起來聽聽 憲哥有話要跟你說 好 那一般來講 一年四季都要防曬 你的美白才算徹底 防曬的產品包括 耐水 耐汗 耐皮脂 防沙 溫和 不黏膩 優越的補充水分 滋潤你的護膚機能 才是合格的防曬防曬的產品 沒錯 希望大家都可以 這個非常快樂的度過 今年的夏天 最後也謝謝我們觀眾朋友來賓 謝謝 謝謝 謝謝